這個獨家掌握 柯文哲位在新竹的老家 柯爸跟柯媽就住在這裡 不過檢視建物的藤本上 就發現了這一棟樓 只有四層樓的建物 但五樓的部分長出為建 對此民眾黨 今天上午有最新說法 馬上帶你來聽 頂樓加蓋 或者是說有這個屋頂的現象 其實在三十多年前 就已經有出現了 這個曬衣場是三十年前 就已經寄存的 不過因為比較老舊的關係 有一些木頭的毀損已經腐爛了 還有這個石棉瓦的屋頂 也有這個毀損的狀況 所以在107年2月份的時候 有重新的整建 至於這個整建的內容 有沒有違反新竹市相關的規範 我們也正在進行了解當中 如果有違反規範的話呢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強調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實際上對比這個空照圖 民國106年的空照圖 上方還是灰色一塊 民國107年的時候呢 明顯看出上面 已經多出一塊綠色鐵皮 而這個違建興建的時間 落在106到107年 實際上是屬於新違建 除了五樓鐵皮是違建之外呢 防火箱的部分 柯家還有水泥牆 隔開來還上了鐵絲網 一旁的鄰居則是做了一道鐵門 現在防火箱被一分為二 恐怕也存在安全一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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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